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那個鋰電池是否遲早都會被取代呢? 又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你要有得充電池 暫時鋰電池都是很有效的一種材料 你會不會找到一種更加輕 更加容易生產 還有儲電量又夠高的呢? 我可以這麼說 可見的未來 就是那個鋰電池的資源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 就是我們最後的車 最後是不是用充電的車 就是另一回事 但是對於這種元素來去製造充電池 那個需求就會幾何級數上升 我會說反而是需求多一些 但是你前前有一個不好的 就是你用它沒有電的 其實都不只是鋰電池的 任何的充電池 你會發覺用一下那個效能都會差的 現在就 不知道以前大家駕車呢 你有沒有留意呢? 會用那個叫圓酸電池 是一個膠箱半透明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那堆液體 那些電池是水的 是用原酸電池的 但是現在你會發覺不是一定用那些的 是用了其他的材料的 因為你有一個原酸電池裡面有些酸 有些液體在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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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倒捨爆了怎麼辦呢? 又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希望找一些更加輕巧 更加耐用的那個充電更加快 這樣我們會找一些這樣的材料 所有的充電池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你充充下一個效能越來越低的 現在我們現代無論是手提電話 你說去到那些電池車 都是用到這個鋰電池 如果以前我記得 我不記得台長你有沒有 以前你有沒有試過用那些電器 是需要用到充電的呢? 有的 當然有的 有的就會用到Nickel 就是一些鋰金屬 甚至有用到一些有毒的叫Cadmium 隔這些金屬做的充電池 是都會用到的 其實所有這些充電池都是用的 你會發現沒有以前那麼耐用的 我明明都充了十幾個小時 又是充滿一堆的 很快就用完了 連那個電壓都減低了 任何充電池都會有一個材料的衰退的現象 但是原來要找這個解釋不是那麼容易的 一直我們都在想那些說法 就是說 譬如鋰電池 鋰電池很需要就是說 它由一種鋰的礦物鹽元素轉化成為另外一種鋰的礦物鹽元素 是一種這樣的轉化過程在那裡的 在那個陰極和陽極 分別就是會堆積了這兩種不同狀態的鋰電池 它由中間的鋰的元素 由一種走到另一種 它的東西變來變去就代表著 它是充了電的狀態還是放了電的狀態 它其中的說法就是說 你的鋰電池為什麼會越來越衰退呢? 就是說其中有一些鋰的這樣的鋰子 由一邊去了另一邊之後就不肯回家 就慢慢堆積了在另一邊 於是就是令到那個電池的充電能力就差了 這樣想起來好像很合理的 因為你原本是需要 中間要有譬如說十份的 就是你預備好有十份還是一百份這些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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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 就幫我中間就是拿來走來走去 走去一邊的時候就放電 走回原本那裡就是充了電了 但是最後參與這個走來走去過程的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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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元素 就越來越少了 於是我們充的電量就會變少了 這個聽起來很合理 但是原來在一個比較仔細的微觀研究那裡 我們有一個新的說法 真真正正出現的變化在哪裡呢? 這篇文章就連在台灣的媒體那裡 他們也參考了那個英文的科學的期刊那裡 就報導了這個新聞 他就說李電池衰退的幕後元兇 現在就終於知道是為什麼了 他裡面講了一個比喻 我覺得挺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說的確就是 有些在放電的時候就有一些你的離子 就由一個極走到另外一個極 就是由那個你可以想的 可以說就是由這個正極走到負極這樣 但是他充電的時候 你是將它推回去的 但是他回去的時候發覺 他原先他的家是被其他東西霸了 於是他無法回去 那原來什麼為之被其他東西霸了呢? 原來就被一個氫霸了 你要記住 李梨子本身是一個元素周期表裡面 是帶一個正電的 就是它是因為元素周期表裡面是第一組別的 就是它是可以外圍電子只有一個顆而已 所以它如果掉了那顆外圍電子 它就會帶了一個正電 在這個環境裡面有沒有其他元素都很容易 是帶一個正電很容易走來走去呢? 原來那個就是氫的離子 他原來就是這樣說 我們將這個氫電池裡面的那些氫的離子 就看成為一個不停地要兩邊走去 不停地去兩岸穿梭去做公幹的一個爸爸 現在那個爸爸去了對面岸就不肯回家 所以就變了心不肯回家 於是乎整個氫電池就衰退了 帶電能力、充電能力少了 攜帶這個能量的能力少了 但是原來不是 原來的原因就不是關這個氫電池 這個不停公幹的角色事的 而是因為它上回家的時候 發現家裡已經有第三者坐在那裡 就讓它埋不到位 就還原去不了原先的狀態 那現在原來那個研究發現了就是說 就是你是因為那個氫電池 這個充電池裡面的陰極陽極 其中一極就有東西變了質 就使得那個原先的設計 由那個氫離子負責將東西走來走去的那個能力 就越來越低 而且日積越來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那個帶電能力越來越低 於是電池就會死了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為什麼那個氫電池會越來越衰退 以往就是 你說可以比較一下 為什麼以往這麼難發現這個東西呢? 以前我也記得在幾個星期前 也提過那個充電池的問題就是 在他們的研究裡面發現呢 是用得很久的電池就開始有一些 由一個其中就是它的陰陽兩極那裡 正負兩個極那裡 就開始有一些樹枝狀的結構 是一些變質的物質就生得越來越多 接著到了它生得越來越多的時候 到最後是佔據了整個空間的時候 也能看到電池的充電能力越來越低 但是反而大家就沒有什麼考證 那些生的樹枝狀的古怪的結構是什麼呢? 就是不是原本的物質來的 是一些變了質的東西來的 那具體的變了質是什麼呢? 其實現在就是在這次的研究才叫做 有一個很決定性的答案 找得到那些變了質的是什麼呢? 而去找到一個正式的因果關係 由這些變了質的物質 為什麼可以解釋到那個鋰電池是衰退了? 是為什麼呢? 那所以為什麼會在這個科學期刊裡 煞有介事去刊登了出來呢? 大家都看到就是當你找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找一些反制的方法 來去減慢這件事情的發生 那所以就是說大家現在是因為這個研究 是有信心的去供下一個問題 就是我針對這個鋰電池衰退的這個原因 怎樣制定另外一個方案 來去延長鋰電池的壽命呢? 那似乎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很大的突破在那裡 你說的突破具體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其他的手段 去制止那個衰退的情況去出現 現在我們知道是那些氫的原子 氫的離子是空手 它走進去那個電池的陰陽極那裡 令到裡面原本是被鋰電池霸的位置就佔據了去 令到鋰電池那些鋰的離子發揮不了作用 那可能就會想了 下一步的大家的包裝 譬如那個材料那裡 會不會去抑制住這些 抑制住這些譬如是氫的離子的產生 令到那個煤街道不是那麼容易提供到氫的離子給它 於是你就沒有了一些東西去霸佔了那些離子的那些位置 會不會有其他的離子都霸了 那這個你就要看看那些不同離子的那個活潑的程序有多少 你其實如果計算那個活潑序來講 蠟和甲是更加活躍的 但是基本上在一個正常的電池裡面 你不會加一些蠟和甲下去的 就沒有那些離子在那裡的 那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我 就是說只是令到那個 就是減慢了這個裡面的那些 充電池裡面的那些化學物料的變質速度呢 你抓到其中一個的元兇的話 你就可以想一些反制的方案 更加容易去做到這件事 那其實這件事就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幾個禮拜前去討論理電池那裡 都是有講過這個問題的 come是很重要的 而且不是說come是幾個月 你是說預擺幾年都可以的那一隻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 這裡又要再三強調了 大家可能在今年慢慢看到那個端毅 充電車是不是未來的最大趨勢呢 你可以懷疑未必是的 我自己駕過充電的車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充電你真的不夠有快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電池衰退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你說未來世界變 什麼才會製造到最大的你的電池需求呢 其實就是由潔淨能源那裡採集回來的能量 你要把它儲存在哪裡呢 你就是儲存在這些充電池那裡 然後你那個搜集回來的能量 大到一個地步是可以供應家居使用的 是可以連你 譬如很多人家晚上開冷氣開暖氣的電 你都足夠供應到的時候 你需要那個速電量是要很大的 如果你能夠可以做到這些速電量大的 也都是可以很耐用的話 其實就非常之有用了 現在我們唯有想到就是一個 盡量將它放在一個恆溫的環境 和很乾燥的環境 所以譬如美國的太陽能那裡 它那些太陽能那些充電裝置 都放在那些抗野荒漠的地帶那裡 譬如你可能在奈華達州那裡很乾燥的 那直接就在那個沙漠地帶那裡 就整個這樣的充電池在那裡 我們就知道乾燥的環境 它就會走電走得慢一些 也都是電池會耐用一些 就沒有那麼容易生鏽那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可以這麼說 你可以看到 因為未來對於那個潔淨能源的需求這麼大 是連帶到整個鋰電池的壽命的需求 還有你的這一種這樣的元素 整個礦產的需求是滾了一聲 是彈了上去很厲害 所以最後你會發覺 是直接是和 就是為什麼你會說 美國的那些能源股 和和能源相關的那些礦產 化工那些東西 是突然之間是這麼厲害呢 我甚至會說 未來都繼續有它的投資價值在那裡 那我們今天可能有另外一個時間 就是會說最新的那些關於美國核能那些東西 那這裡又可以你會發覺就是 這些這樣的電池的題目 還有這些甚至核電的題目呢 你會發覺是最後在其他國家 是慢慢佔據更加大他們那個潔淨能源 那個貢獻在潔淨能源那裡 還有甚至乎就是去驅動到未來人工智能科技 那個能源需求就是在這裡去解答 剛才你提到譬如那個充電車 如果一般現在你在市面上用的電池 多久會報銷? 它都是以幾年計的了 其實你一直看著它那個充電能力越來越低 到你忍不住的時候你就要換了 不要說是充電車啊 你純粹是為了攤著車那塊充電池 兩、三年就要換了 就要換了 所以你如果正式是拿來做車的動力那個電池 就算你用了比較漂亮的料 其實你可能四、五年 你已經覺得受不了了 要拿回去換一個新的電池 會這樣 那會不會將來有一天就是這些 這些鋰電池是永續的 就是不用換的 嗯 究竟那個極限可以推到哪裡 我實在講不到一個數目出來 但是你說 如果你說要是永續我覺得就比較難些 但是我覺得其中一個 我覺得一定要可以發展到的方向就是什麼呢 舊電池回收 你將舊的已經是電池 它裡面明明還有這麼大量的鋰尼紙在這裡 你從裡面提煉出來 就將它當成一個擴產 從裡面提煉回來再變成 就是整個新的電池 所以這個廢氣舊電池回收這件事呢 怎樣去做得便宜呢 我覺得可能是比起 你去追求一個可以用到一次用成一百幾十年的一個電池 可能是更加容易達到的目標 那最後再去提一提 就是它為什麼會找到這次這個答案呢 就是原來靠美國能源部一個強大的X光分析儀 這個就是美國方面找得出來的 X光分析儀就是用來看分子結構最重要的一個儀器來的 所以它在這裡找到是那些氫黏了下去 所以簡單的解釋就是這樣 這次有結束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好